第十場, 二班千六米 消息馬之日, 六號友誼之號 這隻馬很震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隻馬上季收了很久 今季本利歸還, 三班連贏兩場 上場上二班, 輸給一隻幸福笑容 那隻馬, 前力比你更高 但他初上二班, 都跑出了這樣的境勢 今次試試貨雜 有個一檔, 找位順利不塞車 應該都可以再贏一場 這隻馬真的很勝利 連馬斯對這場也很有信心 何宅堯沒有選擇這隻馬 要的孖寶兄弟, 消架打鼻希望 一出即贏谷草, 難度很高 那場海帶又要站得好 這隻馬又有 今次過回來田草 會加到131磅的考驗 半盤過年又要有些變數 大家猜一下 所以我自己在二六一對我 就稱先這隻六號的友誼之號 但二號的孖寶兄弟也是好的一隻馬 可能第二次在香港上陣 要有這樣的難度增加 要再贏是比較困難的 10號的劍花聯盟 都是準成的馬 上場谷草, 輸給孖寶兄弟 他都追得好的 追回位置, 都算是有交代 始終是一隻二班比較下風的馬 回到田草, 只是之前都證明過OK 田太安跑, 希望他會發揮更好 但贏真的比較困難 這隻馬, 最多都是位置 現出真的很準 蘇布羅這些馬, 逢出必拚 拖回他一票, 一定要 我選完六二十這三隻 都叫正頭正路的馬 選了一隻腳, 數下去 最似人是五號的四通八達 今季要回復正軌 上場跟友誼最好的馬 他又跑過第四 已經交代了一隻馬 之前一場, 史卓鋒贏過 要再想回他的戰意 以及今次的十一檔會 是有多大的考驗 這隻馬, 能力 近兩季都 上季出完之後 他都告訴你, 並不是太高 那麼 扔下了, 這些場合 這場合我自己會選這三隻 特別是一拖二都可以的 六號的友誼之好 基本上都輸了 配合二號的馬步兄弟 以及十號的劍快聯物 但是這邊是一拖二都可以 有幾個字 就是一拖二